诗给孩子们带来的 可能是一个浪漫的灵魂吧 我跟随太阳的脚步会被烫伤 我跟随着月亮的脚步会被孤独所残绕 他们的那一份美好和初心都会在这些诗歌里 我姐姐也是李柏林老师的学生 她总是去写诗 我也想要写 写诗本身这件事是给他们一个自信的 一颗颗油菜就像茁壮成长的小树 她在慢慢长大 我也在慢慢长大 写诗我都做到了 其他的事情我是不是也可以试一试 李老师可以帮我看一下这首诗吗 没有评论我 要他给你帮我看 要语�的 不光看 那不是要稻级 看到这个元城了 没加上 going 感谢观看